从种种迹象表明 钟表与奇迹展览 很可能是当下最有活力的一个展览形态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新年好 现在就是说我们回顾这些表展 近期出现的这个退群事件 实际上都不新鲜 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 应该说退群和祖群应该是一种常态 然后除了这种群以外 在每个群周边还有一些朋友圈 比如说在巴塞尔周边 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朋友圈 而这个朋友圈现象 在现在的钟表与奇迹日内瓦表展也出现了 康长知道什么是朋友圈吧 我知道 原来管这个表展 这种朋友圈叫影子表展 总之就是在表展期间 日内瓦更像是一个钟表城市 或者说是如果钟表节 钟表节 除了主展馆以外 整个日内瓦城市 星罗旗部的大大小小的五星酒店都会有包房来做不同品牌钟表的展示 只要你跑得过来 真的那是钟表的盛宴 很多酒店的展厅里的表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对就是日内瓦跟巴塞尔有一不同的地方 日内瓦是五星酒店云集 都是世界上特别知名的酒店 国际会议城市基础设施要比巴塞尔好很多 巴塞尔它的影子表展实际上是在表展周边的一些 帐篷 主要是帐篷 人家搭建帐篷 也加上气候比较好 所以无所谓了 五星级酒店就是有点乏善可陈了 日内瓦是不一样的 日内瓦是你看全是五星级酒店 然后还活跃在这个影子表展的那些品牌 刚才能介绍一下吗 今年也还是同样的在展馆之外 著名的自办表展的品牌 比如说宝格丽 比如说Cucci 而且如果喜欢自然风光的朋友 更喜欢去参加Cucci的独立的表展 他人家把独立的表展 因为他选择了背扇面糊的一个庄园里面 去举办 看完那些规律的高级钟表 即使在庄园里面走一走 也是非常好的享受 你说的是不是Lahesef 就那边 我们也挺熟悉的 导演去年拉着我 就也去了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主场是波威 但是波威说老实话 应该是去年达到他的鼎盛时期 因为之前在日晚表展期间 我们也去过波威 就不非吧酒店 对他的什么一把手 我CEO都能见到 波威也进到展馆里面参加过19年的SIHH 所以这种组织形式都是非常灵活的 按我的话说就是太阳系中有太阳有八大行星 还有其他的星体 小行星 比如说彗星 这才是日内瓦在表展期间的一个整体的氛围 对包括我们去年节目里介绍的奎用 就是说日出时间 日落时间的表 很高级的 它其实也是在众多的星体之间 日内瓦周边这些酒店里 这些高级酒店里 你能看到无数个 比如说小众独立品牌 对很有意思 所以这就是他的朋友圈的现象 因为钟表这个东西一定强调是要摸的 光看公关图片很难理解一些产品 涉及技术结构的奥妙 对 所以即使是日内瓦表展自身 近些年也一再强调Touch and Feel的这种重要性 对 而在老的SIHH的时代 Touch and Feel这个环节是不太忽略重视的 是做完简报以后媒体一哄而上 有几盘子表 大家摸一摸看一看 可能三分钟之内这个环节就结束了 但是在现在的日内瓦表展 Touch and Feel至少是按40分钟起步的 所以在日内瓦表展期间 各酒店的包房里面 也是尽情的让媒体客人 能够去抚摸 去感受新产品的这些特色 这个才是表展的价值 也是钟表行业自身的一些特点 因为毕竟光看画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所以你说这些以后我就想到什么了 一个是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这是一种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表展 它的组织形态是这样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融合 合并联合 它有它的好处 就你刚才说的 在钟表与奇迹上实行的这种Touch and Feel 这种程序原来是在杀龙阶段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有 我觉得也不排除巴塞尔的主力品牌提出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 我觉得这个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因为以前是平面媒体为主的传播的时候 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些官方的资料带回国 然后赶紧出别册 重印刷品 对 现在社交媒体时代都是零死角光速传播 怎么样通过自己手上的设备 第一时间准确的把新产品的特性材质价格 以及跟全身服饰的搭配传达到自己的受众群 这个是现在表展传播方式的改变 康老师变了 OK表展咱就先说到这 咱们总结一下 巴塞尔表展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表展 如果是论这个参战品牌来说 但是后来出现了退群 又除了重组包括已经最早出现退群的热买表展 也发生了一些进化 现在变成了钟表与奇迹 而且从种种迹象表明 钟表与奇迹展览很可能是当下最有活力的一个展览形态 而且钟表与奇迹并没有停止走出去的脚步 所以今年上海战的钟表与奇迹还是有可能举办 对 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亲自的去touch and feel 让我们这些媒体人更高效的把我们看到的 把我们听到的 然后我们加工出来传递给大家 所以请大家关注我们 今年4月我们就要去任务码参加钟表与奇迹 任务表展 我和康老师还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点评的关注一下 那么今天就说到这吧 先说到这 谢谢康老师 谢谢 谢谢你 下期见 再见